大家好,我是妞妈 我是Peggy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 香香绒毛宠物惊喜棒 跟香香绒毛宠物爆爆乐 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吧 先把这个包装打开 然后再给我女儿 来开这个里面的惊喜 它有一种香香的味道 等下叫我女儿闻看看 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 拉链的设计 打开了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 哦,这也有拉链,没有看到 打开咯 你问问看这有什么味道吗 这个有点像洋乐多的味道 洋乐多 好吧,那我们来开开看 然后这个里面有两只娃娃 所以 看看是什么 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 等一下 可以这样插上去 然后等下丁洗就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 这样子娃娃姐姐在开 对,这样子娃娃姐姐在开 对,这样子娃娃姐姐在开 有四个 我要打开了吗 好,打开 好,打开 我最有限 随性的开 想开什么就开什么 你跟我开的不同包 咦,它开到的是一个 很像笔记本的东西 是一只羊 所以有可能 等一下打开的就是羊哟 笔记本 然后我先打开的是一个贴纸 看起来好像就是它们 狗狗 还有小仓鼠 然后还有小小的信封 狗狗的信封 小仓鼠的信封 所以你看我那是西瓜味 不是有那么多的味道 再来一个 这是什么 哦,是指甲贴 太特别了吧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指甲贴 因为这个系列我也是第一次买 指甲贴 这样可以贴指甲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样子 小松鼠,这个好像也有味道 香香的吗 好,那我们现在来开 最重要的两个 就是这个娃娃啦 宠物 一 二 三 这是什么狗狗吗 怎么跟这个上面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会开到上面这个 所以应该是跟这个一样 我的是苹果味 苹果 所以如果你先开了这一张 就会知道你这个 里面是什么玩偶 所以我女儿说这只像藏鼠 然后它摸起来有点像沙包的感觉 有点疗愈 你可以捏它 我养养的脚也就是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我女儿说闻起来像苹果 这个应 然后这只是小狗狗 大耳狗吗 然后就是沙包的感觉 里面有一些颗粒 摸起来会沙沙的 给大家听一下声音 会有起起起起起起的声音 喔真的很香耶 香到不行 我先进来压天里了 好 我的 喔他可能想要写笔记本吧 是吗你要写笔记本 那等一下来开香香绒毛宠物包包的 好 可以把你的惊喜放在这里 这样子 惊喜再放回这个 杯子里面然后收藏 收纳起来 忘了看介绍书 它有蛮多口味的 45种 超多 哪一只 啊西瓜 西瓜 我刚才有苹果 那我的羊呢 不是羊啦 我这是仓俗啦 什么羊 这一只 也是西瓜 他们就是同一种口味 不然两种味道符合在一起 可能很习惯 然后这个就可以这样收纳起来 然后放旁边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的这个是 香香绒毛宠物 抱抱乐 等一下妈咪先把包装打开 然后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只有买一个 然后等一下 抱抱的瞬间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 好那我们现在再要来开香香绒毛惊喜抱抱乐 然后他这个就是这样子 咻 然后 等一下惊喜就会飞出来 5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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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一只 这一只是谁 是一只小仓鼠吗 因为我发现这个系列好像很喜欢用小仓鼠 它的口味是什么 给你看看 好像是橘子吗 不知道 而且等Mouse Mouse就是老鼠 这一只 这一只啊 粉红色绿色黄色这一只 这一个玩具的缺点就是 包包了完之后 然后有这一些 东西要收拾 没错 好 那这是什么味道 你刚刚闻了 是什么味道 有 那个 那个 棉花糖 棉花糖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多棉花糖 他喜欢吃棉花糖 真的吗 好 然后他就可以跟刚刚的重复一起玩了 来 画面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买中型的比较划算 因为中型的里面有两只 然后这是小只 的爆爆了 然后只有一只 然后他们的大小都一样 然后比较下来的话是 中型的棒棒糖 这个 这个大小 比较划算 好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 然后 我们要来收拾 这个惨烈的桌上了 哇 那就这样子咯 小松鼠们 跟小狗狗 跟大家 拜拜 今天开箱就到这边 还有佩吉 拜拜 拜拜 耶 我们要收拾了